and how did he do that? 他就是看老友寄学的英语 What's up guys 我是可疑老房马思瑞 未来中国七年的可疑老师 今天我想分析一个明星的英文 不是个英文 battle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不是一个中国人 他是BTS团长金南俊 他虽然是韩国人 但是他的英文发音说法方式有很多特征 跟中国人的还比较类似 Why do I want to choose him? 第一是他没有在国外待过 没有出过国 没有在国外留学 但是他的英文还是挺好的 So basically the thing that he says he did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就是他是通过看老友寄学的英语 So I mean that's what I always tell people You need to find a TV show 你必须找到你愿意看的 或者勉强能接受的一个节目 我自己反正中文很长一道时间 就是看这个《非诚勿扰学》的 那现在我选的这个片段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是联合国的一个演讲 所以一个K-POP的组合能被 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邀请去做演讲 那就意味着这个肯定特别有名 So let's just take a look 我们来听听吧 Thank you Mr. Secretary General Uniside Executive Director and all the excellencies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across the world 那这个就是演讲嘛 所以肯定是练过的 但是这个 听这个说法方式这个一扬顿挫 节奏感非常强 这其实他说 Launched 就是启动了 就是推出了一个计划 So launch L-A-U-N-C-H 这个是 我这边要放这个音标 Launched 但是他说的有点像Launched 就是L-U-N-C-H 这个午饭这个词 所以这个其实我发现很多中国人 尤其是英文说的特别特别好的中国人 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小问题 所以他把和和和和和在一起了 所以这边要注意 这个音的你的嘴唇要特别圆 是A-U-N-C-H 然后他反而是 A-A-A-A 不是圆的 而且发的特别像这个倒立的E 或者倒立的V So that's a pretty common problem 但是我们听他的这个语法什么的 其实都挺好的 反正一个演讲 这肯定是别人帮他改过 然后他应该练的挺多的 所以语法反正也不能评价太多 但是感觉还可以 然后我们就借着听吧 Building on our belief that true love first begins with loving myself 嗯 那这个其实begins with loving myself 这个begins myself 这两个音它发的有点像一个翘蛇音 所以这个平翘蛇在中文里边呢 有的地方的人可能不会分嘛 So his begins 有点像begins 有点奇怪 然后myself也有一点点myself 这种感觉就没有我现在发的那么的重 但是呢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所以平翘不分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不管是普通话里边还是英文里边 平舌音 那这个就是平的 那你的舌头就必须确保是这么一个形状 So you can actually look in a mirror 你可以照着镜子去练这个 确保你的舌头射平的 然后呢如果你想发这个翘蛇音 那就是sh 或者比如说measure里边的这个音 或者joe 这个j 这个音也会这么发 那这个就是这样翘起来的卷起来的 So you need to kind of pay attention to that especially in English 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就是不同地区的人 他们不分 但是呢依然你可以理解 因为这就是一个地方口音 但是呢如果你在说英文的时候不分这一些 可能会导致有一点点小问题 所以平翘蛇不分 然后他这个啊和啊这两个比较明显 但是不得非常好真的 and you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violence 这边其实又犯了这个小错误 就是young people young people 就是年轻人嘛 他说成了呀 啊 所以感觉他应该是这个啊和啊 有时候不分 So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make 啊 this sound 啊你的嘴唇已经是要摆成一个圆形 然后啊这个音 如果你中国老师或者你的老师跟你说过 这个道理的意思 是呃到离的必是啊 完全不对这两个音呢其实在英文里边不存在 所以要确保你啊这个音要完全放松 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说 launch 已经要变成圆的 啊 So what he should say here is you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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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所以这个其实动作特别特别的小 so if you can do that you'll be a ok 那其实我就说到这两个因为已经视频有点长了 但是呢 我真觉得他这个人非常厉害 如果说到他的发音的话 总体来说呢几乎没什么发音问题 只有这两个比较明显 我给他4.5分 然后语法 也不能说啥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演讲嘛 那就给他4分 因为毕竟这个是练过很多遍的 最后这个节奏感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给他5分 因为这个反正就算是练的 他还是说的非常非常的自然 说的非常好 This is the thing that I always focus on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就算你的发音有音的问题 你的语法有些小错误 但是如果你的节奏感 你的异扬顿措 重音联读弱读省读这些 比较自然一些 其实对方就会觉得 其实你英文真的很好 所以我以后也会去讲这个节奏感 应该怎么练出来 但是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他去什么地方完全没问题 So I think that's just awesome 他是通过看电视剧学的 这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Awesome Awesome English 我就给他总体来说4.5分 然后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 A和A应该怎么分 然后平翘舌机的要逼你的舌头 平起来或者卷起来 So that's it for today guys 如果你长这事了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那一定要关注 然后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想让我分析 哪个明星的英文口语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别忘了 154 154 2 1